各位关心社会创新以及永续发展的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获得社气楼的邀请 让我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响应 碳、气、世代这样一个专题 气候变迁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议题 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第13项 就是要即刻采取行动 来对抗气候变迁和它造成的冲击 在今年10月 接下来联合国政府建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也就是IPCC将会正式发布一份特别报告 Global Warming of 1.5 Degree Celsius 它再次提醒了我们 节能减碳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因为报告草案的内容已经指出 如果按照现在全球暖化的速度持续下去 那么到了2040年 地球非常有可能会升温到1.5度 那在那个时候 生态系统将会出现难以逆转的连锁效应 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面的生活 也会深受冲击 所以在碳气世代的专题中 摄气流希望透过9个青年的创新减碳行动 来号召更多人一起加入这个运动 让碳气取代碳气 让地球能够永续 所以感谢大家聆听 也预祝碳气世代专题能够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聆听